大家午安 西北太平洋上第15号台风中度台风天鹅 在过去的时间还是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 日风未来开始向北移动 移动速度也不快 所以你后两天将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尤其要提醒绿岛蓝雨的朋友 以及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台风其实在过去的时间 它几乎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 我们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它已经直流打转好一段时间了 那么它现在已经来到俄罗比南南东方 大约32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开始逐渐向北转 但是移动速度也不快 依旧像路径气象局还是持续发布 包括绿岛蓝雨的东南部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的海上的台风警报 首先要提醒 其实绿岛蓝雨地区还是断去的 一直出现12级的强阵风 另外其实在我们的西北沿海 新屋也出现了9级的强阵风 那么在台风逐步接近的过程中 我们的长浪现象 整个在东边海域到南边海域的 4到5米的长浪 以及在台东万阳的8米的长浪 也是断去的出现 未来它逐步的靠近 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 以及沿岸的强阵风势必也会增强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未来周末期间 最好不要从事海边以及海上的任何活动 至于在台风的路径 它现在已经来到欧兰比南南东方的海面 那我们预估它未来的移动 逐渐向北转以后 移动速度也不快 最接近我们的时间 就是在明后两天 是最接近我们的时间 其目前的路径预估 这条最可能的路径 它移动的 以这样的移动 当然它的整个暴风圈 就是沿着我们东方近海北上 但是因为滞留打转未来整个移动 它北转的角度如何 如果说比这一条线更为靠西边一点 就有机会暴风圈影响到陆地 那这就是气象局是一直要在观察的情况 不过这个时间它不会太快出现 因为它现在在滞留打转 也预估下半天以后才会慢慢出现 向北转的角度 北转角度如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么在它的外围滑流影响之下 我们从雷达回波上可以看到 一条条外围运气接近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 这样早上提的就断续的下雨 那现在下雨的情况 比较明显的降雨区还是在蓝雨 它的降雨量已经到达61毫米 不过整个东半部地区也断断续续下雨 而随着台风逐步的靠近 这些降雨就会慢慢增强 尤其到明天 这个降雨的情况会比今天来的明显 主要是东半部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预估 这个是今天下午两点一直到明天清晨两点的 雨降雨累积预估图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以及北部地区在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清晨两点的降雨预估 那么随着它在靠近我们的时候 就是未来这条路径 在明天清晨两点到下午两点的12小时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降雨区 原来降雨区还是下雨 然后北部稍微向能扩展到新竹地区 而且整个降雨量 就以量来看它的量是在增加的 之后再通过我们东方海面的时候 整个降雨区域更为的向西扩展 那最重要的到我们可以看到山区 还有东边这些地方 整个降雨量更为的大 所以要提醒大家 台风虽然移动速度非常的慢 但是明后两天在它接近我们的时候 整个降雨的情形 尤其东半部地区 西北部地区会来的明显许多 我们预估今天的大雨特曝区域 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 绿岛蓝雨地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 那明天这些地方的雨会更多 那么这种情形提醒大家多注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谢谢大家